嗨 大家好今天是6月12号周一 那么明天的8点钟8点半呢有CPI数据 然后我们周三就是 但是大盘呢在今天呢选择了向上突破 这个我们看这个9月份的标普期货呢 已经完全突破了4387 如果我们看这个96月份的期货来讲的话 4325也就是上周五的高点被预计突破 今天市场非常疯狂 我用韩信的一句话呢叫攻其不备出其不易 因为今天呢应该是一个非常清淡的一天 按照原来的这一个走势来讲的话 大盘应该是非常的清淡 因为大家都不敢在美联储会议之前呢 下注啊 有一句话叫never bets against the Fed 因为市场预期6月份呢是不加息的 但是7月份还要加息 这种概率是非常的大 但是为什么今天大盘却选择了一个突破呢 我觉得这个sentiment情绪呢 大家其实已经失控了 因为大量的空投呢正在回补 认错啊认错 今天盘后呢 这个Oracle呢公布了业绩 讲完以后呢 一开始上下波动 然后拉高到122 对吧 然后pull back Oracle的业绩也是不错的啊 那么对纳指的提振作用呢 也不多啊 也不是特别的多 但是总体来讲 我们看到整个的情绪呢 已经完全的失控了 投资人已经顾不上美联储要不要加息啊 对经济情况的影响啊 那么今天高盛呢 昨天晚上高盛呢 提高了下调了原油的预期啊 原油的预期 呃 原油的大跌了4.18 高盛把这个布兰特原油的目标价的下调到90元 这也是今年连续三次啊 半年内第三次下调油价前景 那这个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告诉大家 其实全球的金融经济状况的正在衰退 特别是中国啊 如果我们看中国一年的 它的耗油量呢 是占全球总的耗油量的60% 大概200万图一年啊 那么呃 我自己的观察油价的差不多有三个多月啊 我觉得呢 比港股呢 要更能准确的反映出啊 如果大家看这个股票啊 这个油价 它完完全全 基本上啊 就是一个港股的一个过去的一个 呃 如果说我们看周K线啊 周K线啊 那么基本上是一个港股的一个类似的一个翻版吧 当然啊 去年十月的一个大涨呢 他这个没有完全反映出来 但是这个油价哈 沙特呢 已经连续两次减产 那么沙特他对全球的理解呢 全球经济的理解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啊 非常深刻的 那么如果说沙特减产 说明他对全球经济的状况呢 不乐观啊 那么高盛呢 也不能不 因为高盛是这个油价的大牛啊 是吧 而且今天这个咱们最近有一个对中基金 一个法国的对中基金呢 他已经连续三年大赚以后的今年大赔啊 主要是他非常看好这个油价 那么今年这个油价主要原因还是在中国啊 如果我们看过一些文章啊 说中国的事业中 中年的事业人呢 全跑到星巴克 那么第一 这说明开车的人就越来越少 呃 第二呢 我就是跟大家讲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他是要用钢的 对吧 钢的话就要用到油 那么耗油量就大幅减少 那么美国和乃至全球的经济呢 因为通胀的关系呢 也是出现了一个萎缩 但是中国的萎缩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油价呢 今年呢 还是要继续下跌 那么对于这个股市来讲的话 这个今天呢 涨得非常非常的不错 已经完全的突破了 我还是看到有些朋友呢 在别人的帖子里面 开始说 哎呀 本周下跌啊 这些朋友 你要被撕裂的 你知道吗 我已经跟大家讲 你做空的话 有可能被撕裂 你会亏得很惨 当然你爸有钱 你是富二代官二代 那我就没话讲 富二代官二代 是比谁亏的钱更多 对吧 谁家有钱 亏的更多 那我就没话讲 但是从这个短期的美股总是来讲 应该好 会向4466挺进 这个大盘已经完全失控了 所以我们要祈祷明天 CPI数据出来 巨大利空 暴跌以后 我们逢低买进 现在这个都空头呢 已经是完全在哆嗦 完全在哆嗦 下的这个震荡经济 因为4327这个点 已经是很少的突破 这个点是2022年8月份的一个低点 我们现在要向4400到4500看 所以周三和周二 任何一个回调都是一个买进 任何一个回调都是买进 那么明天我们八点钟呢 有一场直播 我会给大家的实时的直播 今天的这个 就是我们如何去 trade这个CPI这个数据 欢迎大家参加 同时呢我们的这个 APEX的打折账户呢 将在今天的周一晚上的 11点59分纽约东部时间结束 我们每一个老师呢 都开了一个账号准备闯关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扫我们下面码的微信 休斯顿店的听众朋友打 这个800958 8561 好视频和YouTube的听众朋友呢 扫一下码来参加我们的 这个一卡通的服务 好吧 这个行情的牛市 我觉得呢会是一个暴涨暴跌 因为如果大盘 涨得很多的话 我觉得大盘会有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 比较深度的一个回撤 好回调 所以这个行情呢 会是非常非常的剧烈 非常非常 哇这个纳指已经到了 15000点 15000点刚刚呢也是 哇这个15000点向上挺进 向上开始走了 向上开始走 好吧 那么这个行情也是 非常非常的剧烈 如果你还是在死空头的话 真的你就完蛋了 但是死多头呢 一定要谨慎 我们涨得太多的话 一定要take a profit 现在市场完全失控了 有一点泡沫 什么都听不清 但是Fed如果把这个 流通性给收缩的话 这个市场会有一个比较 在爆拉以后 打爆空头以后呢 我们回头呢 可能会有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回调 好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拜拜